其實分享這件事情實在相當微妙而讓人情緒複雜 這應該也算是某種強烈的命中注定吧 如果你發現你老婆居然是親妹妹,你該怎麼辦呢? 前陣子國外有名男子就遇到這種八點檔才會有的情節 男子表示自己是被領養的孩子 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 他長大後跟妻子結婚六年,育有兩個孩子 回到妻子後來生病需要進行腎臟移植手術 他在做完測驗,確認腎臟與妻子可以配對之後 醫院又另外做了類白血球抗原測試,發現也高度相容 根據醫生說法,這種測試通常只有血清之間會高度吻合 換句話說,老公跟妻子彼此是兄妹關係 真相大白之後,男子本會表示 自己接下的人生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過才好